大家好,我是Mr. Munson 今天為大家講的是Math in Action S1的exercise8BQ29 The figure shows a swimming pool fully filled with water It is in the shape of a right prism Find the volume of water 這塊是什麼呢? 這塊是一個柱體的prism 不過它的base area就是一個類似 不,不是類似,是一個梯形的物體 麻煩你計算一下 Volume of water 我們就先計算梯形 我先畫了那個base area 這個base area就是一個梯形 上底是1,下底是3,高是50 如果這個是base area 整個柱體的高度是多少呢? 沒錯,就是20 之後呢,我絕對不為大家 是不懂計算這個trapesium area 當然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 再除2,2 然後再乘回那個20 因為20是那個prism的height 經過深算之後呢 這個就是2000個meter clip OK 我們現在慢慢拿計數機 證實一下 好,接著下一步就是問 part B If 500 meter clip of water is pumped out Find the depth of water measures along AB 好了,AB就是這裡 現在呢,這裡本來有2000個meter clip的水 現在奔走了500 那就再問那個高度 就是問水深是多少 OK 那我們拉大一點那個 泳池的水 看看吧 現在有個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 如果不算下底這個 這一塊 打斜的底 那本來就是一個 的柱體來的 好嗎? 那我就很好奇了 到底 如果我加了一條線在這裡 現在畫面上高一點 這個三角形 或者叫三角柱體 它的體積是多少 因為如果我拔走了這個三角柱體 沒有了這個三角柱體存在的話 那我其實在說 是要只是計算這個 長方的柱體的體積 從那個體積裡面 我有機會計算那個高度是多少 OK 那也是畫一個平衡線邊形 然後打動畫一條線 最後加一個斜線 就畫到一個所謂的三角柱體 Triangular prism OK 那現在我們就要猜一件事 就是它的高度是多少 它全長的高度是3 不過D1字是1 所以這裡就會是2 另外看那個長度 這個長度是50 所以這條虛線也是50 所以D一邊都是50 先寫回50 好了 底面積處理了 就是三角形 這個柱體的高就是20 為什麼呢 這條都是20 大家都是20 是不是 好了 然後 我們要馬上計算 那個柱體 也是畫圖 畫了底面積 再乘2個高 計算完之後 應該是1000 來的 好 那我們就要計算 剩下水的體積 首先水 原先有2000 然後 題目就說減了500 這裡寫的 然後 我們再推走 這個三角柱體的水 這樣的話 就會剩下 500 剩下水的形狀 就應該是一個長方柱體 因為你拔走了 那個三角柱體 就當然剩下長方柱體 長和寬 就知道了 都是50 和20 沒問題 現在剩下水的高度 就先叫做X 其實 20乘50乘X 都會計算 剩下水的體積 就是剩下水的體積 接著 下一步 是怎樣 成功完之後 就是1000X 然後左右手除1000 X就會等於0.5米高 當然 最後的深度 本身有2米 對嗎 2米再加上X 就會等於2.5米的高度 好 我們要重溫一次 這條數目 最後一開始 就給了一個類似游泳的物體 我們計算 其實它是一個梯形柱體 如果我們知道是梯形柱體 我們找了梯形的面積 就是底面積成高 就計算 那個水的水的量 然後B 它就說 我現在噴走了500個米的水 你給我找一個側身的高度 以AB的線去看 我們就說 咦 如果它打斜的話 我們完全不知道它想怎樣 我們試試看它 只是打斜的那一塊 簡單一點 就是三角柱體的水 我們計算一下 原來是1000X 好 當我們在2000個水 即2000個米的水 裡面 扣走了500 就是它說 扣走了那個 扣走了那三角柱體 1000 還剩下500 剩下500的水 正正就是一個長方柱體 我們計算過很多次 長方柱體 其中一個量度 就是未知數 我們代回X 來計算 就是0.5 加回三角柱體的2米 最終合起來就是2.5米 好 大家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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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western Mac V